新一期的居屋很快就会进行抽签 对于已经入纸申请收居屋的市民来说 心情自然紧张啦 不要忘记啊 今期房委会总共收到25万1千份的申请 是2014年重售居屋以来的第三高 收的7个屋卷总共提供8968个单位 平均是28个人欠一个单位 中签的机会可以说是相当渺茫 能够抽到新居屋单位当然开心啦 不过抽不到居屋也不是上车无望的 不少的买家都会转投居屋以首市场 找找心仪单位 居屋以首市场上个月已经有接近200宗的成交 成交量可以说是连升3个月 可以见到居屋的以首市场非常之大 其实在Bosopan的帮助之下 只需要50多万的首期就已经可以在私人市场买新盘单位 现在也有不少的新盘出现 有市区以至铁路沿线可以给买家选择 例如大埔白石角的Sea Coin Hills一房单位 入场价值实了550万 首期大约55万左右 另外大角咀利奥方一遇 将军奥海因庄园部分单位的首期可以低过50万 亦有部分发展商提供头两年免式免工的一案 吸引买家 未来会有更多的市场资讯 如果有兴趣就记得like、share、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